那现场来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大家都为了要反国会直选法的修法 来到这边 那现在大家都在高喊的标语就是 国众党不倒 台湾不会好 非常多人在喊标语 那当然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就是因为 有来自台湾东南西北各地 甚至有来自花莲的人 都来到这边要表达他们的诉求 那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今天大概在下午开到四点的时候到现场 现场的人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青岛东路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空间 所以很多人已经遇到了包括中校西路上 包括遇到了正江街上还有济南路上 那现在呢也有委员要来到了 我后方竹舞台的天桥上 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 加油 台湾加油 我们是不是委员也跟大家挥挥手 大家是不是决定手上的扇子 我们演起来喊出 我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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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箱的国会 黑箱的国会 我秒是 我秒是 滥全的国会 滥全的国会 民主被践踏 民主被践踏 立愿变人大 立愿变人大 民主被践踏 民主被践踏 立愿变人大 立愿变人大 好我們是不是先用掌聲再感謝這些委員們 接下來接下來要上台發言的族群 但需要大家的掌聲 因為我在禮拜二一樣站在這個台上發言的時候 我跟大家說代表學生團體 說社會運動比的就是氣場 滾在床 滾在樓 等一下上台的這群學生最有資格講這句話 好那您現在看到的就是 我們現在人在青島東北新島主舞台 有非常多的人聚集在這邊 那時不時的也會有委員來到現場 包括在立法院這邊的天橋上來向民眾致意 那現場也會轉播立法院那議事程序進行的畫面 那目前的現場所有人都穿上了雨衣 因為就在稍早的時候傍晚下起了雨 那現場的氣氛是非常非常的熱絡 不過所有人都非常的平和 沒有任何的衝突或任何暴力的狀況發生是完全沒有的 以上是目前現場的最新狀況 待會如果有最新的發展 我們會隨時問您掌握交給主播 好嗎